OK 今天的午餐麥當勞 哈囉 哈囉 幫你買麥當勞 你知道為什麼我今天想吃麥當勞嗎 為什麼 因為昨天我看到艾琳的動態 她說 她說生產之後就不能吃麥當勞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油炸 因為炸物會 會什麼塞奶 嗯 所以我趕快吃個麥當勞壓壓驚 那你現在距離 生產還有大概6個月 那你要從現在開始沒天吃嗎 對 今天幫你買了一個很特別的餐 什麼 你看一下 你買BTS喔 對 BTS 我以為BTS已經賣完了 還有 但是我跟你說 形同沒有 為什麼 因為你看她的醬 只有這個 對 她只有糖醬醬 那BTS在哪 呃 外觀 她的包裝是BTS 欸是嗎 你看啊 你打開 你看這是BTS的那個 對不對 但是她沒有那個 醬 所以其實就等於說你買了一個 不一樣包裝的盒子 還有10塊 7塊 嗯 厲害囉 可是BTS套館不是會給BTS的紙袋嗎 她也沒有了 我也不知道耶 對啊 好奇怪啊 還是怎樣這個盒子沒有啊 對 所以現在有點糟糕 結果你試起來有什麼差別嗎 大概沒有啊 BTS套館的重點不是那個醬嗎 我們就是買了一個紫色的盒子 它價格有差異嗎 我不知道耶 但是沒有吧 如果它價格有差異 孩子就有一個盒子 那我也生氣 真的 等一下看一下 你幫我看一下麥當勞10塊 雞塊的套餐 可是這不是這樣子組合起來的 還是它只有10塊雞塊 它是套餐啊 BTS是套餐 我說是這樣子整套嗎 BTS也是一個套餐不是嗎 對啊 你有10塊雞塊的套餐啊 你看10塊雞塊的套餐是多少錢 整個10塊雞塊的套餐這個是155塊 如果原價是155塊 那BTS就沒有賣的比較貴 看一下 看一下 150啊 所以是一模一樣的 那我就 那就是 跟夢一下嘛 可是你沒有跟到重點啊 重點是那個 醬啊 對重點是醬 很窮醬啊 嗯 而且它也沒有這個 你看它只有這個盒子油 可是不是連紙袋都要給我那個 喔 正常來說會有那個 飲料 可是你飲料的時候 喔 因為我換你這個時候沒有 所以沒有啊 是這樣子 對啊 它BTS的飲料有什麼不一樣嗎 應該也沒有吧 還想 他說只賣21天 我今天去的時候 他有問我說 你要不要去BTS店店看看 因為它是醬賣完 喔 但是整個活動還有 所以 其他店 或許 有一些比較冷的店 它還有那個醬 好吧 但是其實我是比較喜歡 是糖醬醬 你有沒有吃過其實它是醬 因為我看大家房品價還好 應該也有人喜歡吧 有啊 有人喜歡 但是大部分好像覺得還好 如果大家有知道 哪裡還有BTS的那些醬 很窮 醬跟甜辣醬的話 哪些分店 盡量在雙北附近 我們就去吃 對不對 我就換一袋回來給你吃 結果一開始看到BTS 我也是曼谷的那個鐵路 我想說曼谷的捷運為什麼 跟麥當勺要合作 欸對了 有沒有人知道雙黃瓜要在哪裡買 你這個影片有這麼即時是不是 有啊 我們這個影片很即時 我們想要買雙黃瓜 但是買不到 對 我去菜市場 那是沒有嘛 很合理嘛 大家買的是新鮮的 對不對 感覺大賣場會有吧 有 我有看佳樂福還會買 可是 佳樂福比較遠一點 感覺要騎車10分鐘 你知道 你知道頂好 已經美了嗎 為什麼 你不知道 它是被什麼併購了是嗎 我記得 被佳樂福 以後佳樂福 它會出那個佳樂福Express 就全部都頂好 嗯 因為佳樂福本來算是 一兩塊 然後頂好算是有點借在 便宜商店剛剛 就是它的定位跟全年差不多 比較小的 中小的 超市 對 然後 佳樂福就出那個Express 其實我們在國外也有看過 而且我以前在高雄也有看過Express 佳樂福的 嗯 嗯 所以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忘了 我知道頂好杯冰購湯 然後我忘記是哪一家 我忘記是誰冰購湯 你可以在吃雞塊啊 因為我平常只吃6塊 你會多吃6 是喔 外上的薯條越來越鹹 還是我的難言能力越來越弱 我還是會覺得 那我問你 薯條你覺得你會這樣彈薯醬 薯條你會沾糖 薯條你會沾糖薯醬還是什麼 那你是番茄醬啊 我如果有吃雞塊的時候 我都喜歡沾糖薯醬 我還是喜歡薯條沾番茄醬 你覺得麥當勞的薯醬 麥當勞的糖薯醬要怎麼吃 對 那薯條的薯條就是大盛在它的糖薯醬 是喔 我覺得 我以為你本身就喜歡吃它的薯條 我本身也喜歡 但是 糖薯醬就是化軟點擊 是不是應該可以先訂餐 網路訂餐 因為我在想說 那現在不是全部都是開外送嗎 你要開包這樣子嗎 可以 你可以開 因為我覺得可能想不夠 因為它 它現在不是全部都是外送 外送 那應該可以先網路上 還有預約吧 這樣就可以省去就是在那邊排隊 對啊 感覺應該要可以 你吃腳好噁心喔 你整個手都好油喔 吃滿湯老油在CARE 而不噁心的嗎 那你為什麼不放這裡 因為我現在手油油 我還可以再吃一個 是嗎 你可以吃很多的 我總是四個最多 我只好第三個 嗯好吃 你倒好了 為什麼 倒好了 我已經是真理比較大 所以我看到沒氣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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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已經 有點沒氣了 好嗎 你就是這樣 我覺得我們兩個喝完 你也要喝喔 好 那可以喝 有點沒氣了 嗯 這樣子 會不會有人攻擊我 所以我很不健康 昨天爸爸看到我買咳咳 他說 噢 你怎麼墮落了 我 你喔 因為我很少喝咳咳 然後我弟很喜歡喝咳咳 然後他說 怎麼跟弟弟一樣 什麼什麼 然後我就說 人生得意需求 後來 我如果跟老爸說 你要喝 更墮落 對啊 你不會很在意 我吃這些不健康的東西 人生得意取盡快感 沒有啦 應該 偶爾可是還好啦 但是我 我會注意啊 我不是每餐都吃麥當勞 大家會很冷氣 是 那大家真的會 以為我這樣 每天都這樣 其實每餐都吃麥當勞也蠻貴的 對啊 對啊 麥當勞在美國是不可以贏的事物 在台灣變成 中高價位 你看你吃一個150 但是 那時候麥當勞的定價設計 不就是定價說他的 他一餐是一小時公司嗎 是這樣 那你看台灣 沒有啊 美國還好吧 美國有到一小時嗎 美國應該低雨啊 後來走偏了 所以才有在美客這時候 吃飽喝足 拜拜 明天見 你現在每天更新是不是 不 不要